1234567 这是哪个大云种在那边挖的 估计是挖沙马蟹的时候挖几眼了 就挖不出来 我还真希望这个人能够看到我的视频 这里边肯定是有的 毕竟我也是海边的扛帽子 挖深一点不用着急 有了 我好像看到它爪子 是不是眼花了 在哪 它怎么不动 它还在抽抽 我 卧槽 这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看看你 没别的事 对吧 没事出来多走走 好吧 就给你埋上了 埋上了 没事多出去走走 不要经常在家 遇到我这个老六 好了 应该可以了 看我多厉害 一挖一个准 是不是很棒 我记得上次遇到虎头蟹是冬天的时候 鸡个头还真大 这种螃蟹一般大吵的时候才能遇到的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 待的地方很远 离岸边很远很远 那个时候经常在鱼网身边看到这种螃蟹 而且都是死的 哎哎 它在窝沙 这海边的海鲜都有这种本领 但是这种螃蟹好像去伤有点低啊 我抓它的时候 它完全不夹我 白长这么大两个钳子 还那个 乳冻了两下 觉得安全了 你看 敲它两下还没反应呢 这个还是带回家吃了吧 毕竟它里边的膏是特别多的 特别肥美 哇 却真的大 哎 这个 这个不是猫眼罗 但长得特别像 这个用 用普通话该怎么说呢 这 这叫泥溜子 哎呦我去 它还能吃水 这以后要是没有猫眼罗捏的话 就捏你了 这个明显是不能吃了 这应该是死掉了 哎 可惜可惜 丢了吧 哎 这只海参就特别聪明 这边水流特别特别急 它居然能够在这边待着 它正好是在石头后面待着的 这样水流就不会把它冲走 它还能在这边吃东西 你看 就摸它两下 就变成一个肉球了 这个超级肥 皮特别厚 就你要 抓到海参的话 看它肥不肥 就要看它的皮 这个可以回家做个汤了 你要是在沙滩上面看到这种轮廓 就一定是一个 吓死我了 这小毛鞋挺狠啊 个头好像 不算大 好小一只啊 天呐 这还是个弩的 这个不要了吧 这个 这个太小了 走远点 走远点 鱼鱼鱼鱼 塞 这热好大呀 我 呲 啊 天呐 疼疼疼疼疼疼 这鱼身上 哇 全部都是特别特别锋利 呃 这 我的天呐 它这个肚子好大呀 这明显是怀孕的 这里边全部都是籽儿 呃 你看你看你看 都都快出来了 赶紧放了赶紧放了 请 我得往生点丢 掌潮了 它就游上来了 你说它皮不皮吧 快走快走快走 快点 你不要找我 你你去里边 傻乎乎的还 快游 你说你去哪不好 非要等到掌潮的时候 往岸上来 还好 没有扎到我 只要流血的话 我就 我就 我就哭